4月18日 由杨阳、赵路四令贤主演的古装剧《且是天下》上线 该剧已经播出变人气拉满 江湖与朝堂相融合的剧情更是颇受观众喜爱 当日便创下了1.5亿的收视佳绩 《且是天下布局之人》出现 并非纯喜地、黄巢 而是黑衣人欲无缘 在已经播出的剧情中 故事主要围绕以下几条线所展开 其一、男女主的感情线 其二、丰兰西、黄巢的天下之争 其三、雍州的朝堂风云 仔细分析一下的话 在以上诸多线索中 除了作为主演的丰兰西、白丰西之外 还有一人牵动着所有的线索 这个人就是被称为天下第一公子的玉无缘 众所周知 《且是天下》是根据《清零月源》这小说改编而来的 因此每个角色都有明确的设定 不过在被改编成电视剧之后 一些情节和人物会出现些不小的出入 其中差距最大的便是玉无缘 在《圆着》中 玉无缘出身天人御家 虽然投奔皇朝 但是并无异权位 只想通过一己之力为天下谋 因此他是一心辅佐皇朝的 堪称这部《且是天下》中的白月光 可是在剧版中却并非如此 在刚开始的剧情中 为了引起天下纷争 削弱各州势力 纯喜帝将假的玄机令丢出 一再让各州争夺 自相残杀 乍一看的话 好像纯喜帝就是这部剧的反派了 毕竟是他布局引起天下纷争的 可是 在追剧的观众肯定都能看出 纯喜帝之所以有这般谋划 都是因为他背后之人的出谋划策 随后 意图染指天下的皇朝出现 不仅武功超绝 谋略也是一流 这样的设定 将不引起观众的注意都难 并且 在之后的剧情中 主要的故事线索 也确实是围绕皇朝与芬兰西的天下之争展开的 虽然纯喜帝与皇朝各有谋划 但布局搅乱天下的人 却并非他们 他们只是想一统天下而已 而这个想要搅动天下大事的人 其实是隐藏在纯喜帝背后的黑衣人玉无缘 关于这个设定 是剧版且是天下相较于原者最大的改动 一方面是为了丰富剧情 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展现与原者的不同 毕竟谁也不喜欢一眼就看到结局的电视剧 如果抛开原者分析这部剧版且是天下的话 玉无缘是最大boss人才是最合适的设定 毕竟他的才华与谋略完全不输封兰西 皇朝一个这样的角色 甘居然下起步驱才 而且玉无缘也是最有可能引起天下纷争的人 毕竟只有天下大乱 他才是顺势而出 倘若天下和平 他的才华又该怎么展现呢 那么大家对于这样的设定和改动 可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呢 对于这样的设定